初学枪佛正法后对身心灵学说的反思 下 5. 身心灵的感应能力在正法前是雕虫小记身心灵的老师们不少是有些所谓超能感应的能力 例如可以跟树木蟑螂蚂蚁等等生物沟通 看到别人的前世之类的或者对一些东西特别敏感 吃了农药太多或不新鲜的食物之后身体反应很大等等等 对我们这些不敏感的麻瓜而言 这些能力真的已经是太神奇 所以这类老师很容易在脸书上有许多趋之若鹜的追随者 但是仔细思索 这些感应能力其实是他讲由他讲 我们又看不到谁知道那是真的假的 更何况树木蟑螂蚂蚁的智慧 真的能够来教导我们人类吗 接触正法之后 我才知道真正的正境正量应该是多么的不可思议 虽然我本人尚未见过 但是借由多节羌佛第三世这本宝书 才知道佛菩萨必须展显的五明正量 三周感应的微神力具体是何等概念 完全超越人类有限的想象 而当今世上根本无人能达到羌佛的正量 6. 通灵者的讯息真的能信吗 身心灵界不少的讯息与理论都来自通灵者的传讯 有些自称是高度文明的外星灵体要来帮助地球进化 有些自称是其他次元的高阶存有 有些自称是天使之类的 虽说他们的语言通常标榜住爱与和平也不制造对立于恐惧 语言也有其精致度 对崇阳的台湾人而言讲的又是英文 让人们很容易信服 但抛开其外在形式 本质其实类同于传统民间信仰里的降机 但这些通灵者最后的下场还是一样会面临生病和死亡啊 如果通灵真的是来自一个更高文明的生存方式 那为什么无法决定自己的生死 反而佛教里的诸多高僧大德往往提前预言 自己核实离世源济及核实转世再来之特征 甚至预言肉体死后不腐坏或神变等等诸多证明 因此对于通灵者的传讯 是需要质疑不可轻信的 7. 光与爱的疗愈背后其实仍是世间法的商业交换模式 我之前总觉得自己从事的证券业似乎对世界贡献不大 甚至有点资本主义的邪恶 像是身心灵老师们这样帮助别人指点迷津或是从事自然农耕友善大地之类的工作 才是真正的对社会有益 但现在我觉得其实从事这些工作的人 还是要靠其他人付钱给他们才能生存 而这其他人很多是来自比较有害但也比较高薪的产业 很资本主义的金融业 未污染的电子化工钢铁等等 这是一个互相依赖的社会 也是这个时代的供业 不是表面上看起来某些工作绝对的超然于是 更何况有机产品价格真的不低 东西卖得太贵就不慈悲了 使用农药化肥的惯形农法反而照顾了更多的人 而且若使用得当 是不应该有农药残留的 一切还是人心啊 而身心灵课程所费不资 动辄数千甚至十数万 真正帮助了多少人呢 还是让大家继续纠绕在世间法中 相对于第三十多节 将佛不收供养的尊尊教会 高下其指云迷之别呢 学佛的路常被误解比较艰辛 其实完全是宇宙的因果道理正行实践 超时工作的人们容易转往轻松愉快只要付钱的身心灵领域 而不可否认的身心灵的说法的确也安定了不少人的心 但这不是究竟之路啊 就算现在能够快乐 二三十年后仍旧要面临老病死啊 人生短短两万余日子 我们如果存款仅剩两万块 每花一元都会特别小心谨慎 但我们是否也如此谨慎地对待自己手上比金钱更加宝贵的光阴呢 小红豆妈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